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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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过去的20多年间 土耳克曾先后50多次来到中国 作为中国的老朋友 他表示多年来中国发生的变化 让他印象深刻 我去了 Xiamen,我去了Fujian province 去Sichuan 我看到发生发生的发生 那我印象非常强烈 然后我去了Kubochi 在一刻在沙漠 看到了如何中国的证据 争取了沙漠化 人可以看到这巨大的变化 中国的变化了几十年代 谈及未来 托尔克表示 与中国可以在许多领域开展合作 国际合作是世界存续的唯一真正途径 我们都在意识到这些 然后有一个批判 让我们帮助成功 我非常不高兴看到 的许多销贸的 世界许多销费 而且这些东西会需要 重新改变的改变 和闭起来 提起来更加正确的合作 所以这就是另一件事 而有很多其他域 我相信在国际的協会 因为这是唯一方式的方式 世界能够活动